成就老有所中的理念 苗栗三弯弥陀寺新建弥陀春 成就心灵安劳所 生老病死是人生的必经历程 我们到了老年 身体机能急剧退化 心里寂寞孤独 容易衍生各种身心疾病 加上对死亡的恐惧如影随形 如果没有灵性修持或宗教信仰的寄托 必定身心俱苦 处境堪灵 因为社会的需要 老人家越来越孤独 那年轻人都要到外地去谋生 而很多老人家跟不出去 就会在家里埋怨 在家里服事乱想 自己一个人吃 然后自己煮饭 那我觉得这样子的孤独老人 会让他老得更快 那在我小时候读书的时候 有个学校隔壁 有个孤儿 那个养老院 这两位老人家 常常看他独自在路边做 我就觉得说 老来的时候能够帮助老人 那后来自己有了家庭也忘记了 弥陀村是社会最需要的老人共修道场 期盼社会上的爱心人士或慈善团体 能够广设身心灵全方会照顾的弥陀村 让住在里面的长辈们 除了生活饮食有专人照料 还可以做心灵交流 分享对生命的体验 透过宗教教育 明了因果融合的道理 再加上同行善友 相互策利 同愿求生净土 法界新闻记者 蓝衣容苗栗采访报道